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个来自于字节的数字人技术啊 叫Omini Human 那这个技术呢 第一个它可以充分的利用音频图像啊 视频文本来生成这个人体的视频 而且采用多阶段训练的一个方法 可以充分的来利用我们的训练数据 然后呢支持生成任何宽高笔的这个视频 而且呢对于音乐的表现呢也是非常棒的 好下边呢我们看一个黄仁勋的说唱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啊 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脸上看到AI修复的这个痕迹 是吧其实它动起来之后呢 其实还是有些AI痕迹的 当然呢到这个程度呢 它已经做得非常棒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用这个技术专门为疾梦啊 来生成的一个宣传的MV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 对吧 这个人物的动作呢非常的自然啊 而且呢它支持各种各样的风格 比方说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动画人物 但是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 那同样这个也是一个动画人物 大家注意它手指弹齐 它这个动作是非常自然的啊 所以说呢 那这个技术的一种训练方法和创新点呢 把数字人呢其实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呢这个技术现在是不开源的 那如果我们采用一个开源的技术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我也尝试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在Running Hub上呢 搭了一个工作流啊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进到这个平台 然后呢我们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啊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 那这个呢我已经给大家发不出来了啊 所以说它在个人中心里边 这个工作流呢 是我用Layton的SYNC呢来生成的 好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先看最终的效果啊 当我数标移上去 我们看一下 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啊 那这个工作流呢 我们就用到了很多的技术 首先呢我把脸给抠出来了 那这个工作流 其实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啊 我把脸抠出来了 然后呢进行了一次Layton的SYNC 对口型 然后呢我对它进行了一次 一致性的修复 所以说在这你就会好很多 然后呢再把它贴回去 就是我们这个视频了 那我也会把这个工作流的链接 发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描述区啊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的精度呢 也是非常高的 对吧 就是开源呢 也能做到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啊 Omni Human它做的会更好 由于它不开源 所以说呢 没有办法拿到这个模型 但是不代表它不能去用 大家注意啊 这个作为字节的一个产品呢 它已经发布到了集梦上面 大家登进去之后 可以看到一个生成的菜单 其中呢有文生图啊 有视频的生成 然后还有数字人 那这个数字人里边呢 那有一个叫对口型 有动作模仿 有动作模仿 是吧 在对口型里边 这个就限免一次啊 所以说我这没有提前给大家生成 首先呢我们可以放一个视频上去 或者放一张图片上去 我建议大家还是放图片上去 我们传一张 这我生成了三张 你可以随便挑一张啊 比方我们挑这个吧 好 现在呢这个图片已经传上去了 下边呢我们传一个音频 或者是你让它自己生成也行啊 这我还是传一个 为了方便比较呢 我们就传这个十秒的唱歌的这个啊 那我们可以听一下 好 下边呢我们生成一下啊 一定要选大师版啊 那这样我们稍等一下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生成完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详细信息啊 呃这个帧率呢 现在是24帧 所以说呢我们听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它生成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啊 你看人物的这个表情 包括它的口型 清晰程度 而且对于这个视频生成的时候 这个姿势 你注意它这个左手按琴弦啊 这个和弦基本上都是对的啊 一个G和弦 然后一个EM是吧 Miner 那这边这个扫弦的动作呢 也是非常棒啊 所以说这就充分的能显示出来 就是说这个模型 它的一个特点 那我回过头来 再来看我们模拟生成的这个 你想去去对比啊 其实呢我们生成的这个的话呢 扫弦的动作 以及左手按核弦的这个动作呢 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不太准啊 你去看 而且我们这个表情 生成的好像没有它那个那么自然 对吧 如果你去对比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100分和90分这样的一个水平 但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这个工作流呢 这个视频是提前生成的 我用114B 然后生成的一个视频 然后用了Latant S1C 然后呢 我们又用了什么呀 用了这个一致性的这种修复 最后呢 才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相对来说 这个是用了更多的技术的融合啊 最终得到了一个效果 而它那个就是一个模型 对吧 它跑完之后就是那个效果 它既可以对口型 也可以生成视频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比较好的这个地方 好 下边让我们看一下 它为什么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读一下这篇论文啊 这个论文最大的创新点呢 其实是突破了数据的瓶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背景 现在呢 数字人技术啊 其实呢 是在一个发展的瓶颈上的 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口型目前最好的开源模型 也就是谁啊 也就是Sonic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爱的瓶颜 你的手我盘上 这就是Sonic的这个效果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口型呢 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高清的输出也没有问题 但是它没有办法 把人的动作啊 用更大的幅度给展现出来 虽然呢 它有动作啊 但是都比较轻微 你看一下 它就单纯的可能 在晃动一下身体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动作在里边 并不像生成的视频一样 有特别好的表现力 那这是这个 那我们再来看我们另外一个技术 就是Layton的SYNC 那这是Layton的YNC Layton的YNC看起来效果非常的棒 但是你不要忘了 就是你输入的必须得是一个视频 你不能是一个图片 对吧 所以说视频的生成 并不是由Layton的SYNC来进行的 它仅仅是做了一下口型的拟合 我们再来看一下数字人面临的这个瓶颈 你就能够明白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好的技术 那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所以说呢 这个Omini-Human这个技术呢 就想办法想突破这个瓶颈 那如果你想突破这个瓶颈 你就得知道啊 就是说这个原因在哪 原因在于直接增加训练数据啊 对数字人的训练呢 并不是特别有效 比方说我们经常用音频啊 去驱动一个人 让他动起来 但是你要注意啊 音频的主要和谁相关啊 和面部表情相关 而与这个姿势啊 背景的运动啊 它关联就比较弱 所以说呢 你如果想做这样的事情呢 你就必须把这个原始数据 进行严格的裁剪 然后呢 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过滤啊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运动的信息就没了 因为你把它裁掉了吗 但是运动信息 对于生成视频 它又是有效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你去看啊 这个训练数据的应用呢 它是不全面的 虽然你有很多的数据 但是经过裁剪 或者说过滤之后呢 真正有效的数据并没有多少 这个技术 它最大的这个核心点啊 它最大的创新点是什么 使用各种各样的数据 来训练我们的数字人 不单单是音频 也不单单是姿势啊 是能用到的各种数据 我们尽量的都用到 所以说整个的训练方式呢 需要有一个创新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技术啊 它的核心训练策略是什么呢 叫垃圾也是宝藏啊 那有些数据可能 不符合生成这个人的面部表情 但是它符合生成这个姿势 是吧 生成视频 所以说呢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都用起来 那用的方式呢 是这样 第一个呢 就是叫强带弱 如果这个条件更强 比方说姿势控制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更弱的一些条件啊 和它同时来训练数据 比方说文本 那我们就可以搭配起来 一块来训练 可能你有一段音频 这个音频的质量不高 但是呢 它的姿势信息是完整的 所以说呢 这个数据也是有效的 另外一个原则叫什么 叫适度分配啊 大体的分配原则是条件越强 训练比例就越低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这个模型呢 避免过度依赖 像姿势那样的什么强条件 而忽略了像音频这样的弱条件 所以说呢 它真正训练的时候呢 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直接用文本来生成视频 第二个是在第一个阶段的基础之上 我们增加图像 第三个阶段是在第二个阶段的基础上呢 我们增加音频 而第四个阶段是在第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呢 来增加姿势 而且它在每一个阶段都会调整这个训练数据的比例 调整的原则就是我们说的 条件越强 它的比例就越低 那最终呢 就得到了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模型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当然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详细去读这个论文 我现在只能从观念上 帮大家去捋一下这个论文的一个核心的概念 我觉得数字认技术很快就像视频一样啊 会蓬勃的发展起来 到时候我们可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 更好的 这个开源的数字认技术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